在军方人员陪同下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和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一起到暖暖区的海军退役荣民居住 单身宿舍祥和山庄会堪 因为年久失修 房屋漏水已经不适合长辈居住 虽然只剩下六户居住在里面 不过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不因为人数少就不关心 而是主动发掘问题 并且邀请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请军方共同办理会堪 改善问题 让一身龙马为国的 农民北杯可以安养晚年 那确实有部分漏水 还有一些像老化的现象 那会长他们希望 海军这边可以提供一些 修缮的协助 也把他们的环境能够做一些整理 那军方今天是派出参谋长来 把相关的问题厘清之后 那也答应尽数把房屋内的一些 物况不好的地方做换房的一些准备 那会长他们也提出一些需求 那这个部分我想很谢谢议员 还有会长 我们齐心跟军方一起 把这个住的环境给他改善 那也相信军方说到会做到 那我们会持续的来这个协助会长 跟很多的这个住户 这个可以的这个我们的前辈们 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呢 尽量改善 那当然有些法规上面也可能要配合 那与时俱进的部分 我们在国会也一起来努力 然后其实房屋修散 然后破损问题 其实刘会长跟其他北北 还有奶奶已经反映很久了 那也希望是说今天就是海军的参谋长 然后就是特地来到这边 然后就是也亲自把问题做了理清 然后更感谢委员上面的协助 那后面会依照 就包含像会议记录写好之后 去协助北北他们搬家 然后不要再漏水了 然后可以好好度过他的晚年 一身为国家 然后好好就是老有所养 军方方面也同意将在 厘清相关问题之后 紧速修缮改善设备和居住环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